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胆 见到本宫还不跪下 小的知错 娘娘 恕罪 也罢 料你平日带我还算忠心 走 起驾 穿上了这一身衣服 还真以为自己是娘娘 等我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 以中国清朝为主题的一家日式烧肉店 不管是它的装潢还是餐点 都散发着一种浓浓的中国风 而且来这边还可以穿着旗袍 或是穿着那种清朝的古装拍照打卡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菜单 你一打开来它的那个餐点 都是用那种后宫嘉丽三千的名字来命名 烧肉除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装潢 是弥漫着满满的中国风 所以它这里除了烧肉之外 也有很多中国餐馆里面才品尝得到的 中国经典菜色还有甜点 是 那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开始呢 这个好了 奥丁侧醇 什么是奥丁侧醇呢 它其实是 最醇吗 不是 它是非粒 侧边的非粒的肉 那它的调味方式是撒上葱花 跟一些蒜泥酱 那大概烤到七分熟左右 是最好吃的 七分熟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 那个蒜泥的味道就是会一入口就先扑鼻而来 然后这样它的那个肉质就是干嫩的地方 有嚼劲的地方有嚼劲 还有葱花提味 是 隆重介绍这个小鸟的肉 我想除了牛肉应该还有其他 我们没有必要吃到小鸟的肉吧 我看你这个反应 我就知道你误会很大 这个小鸟的肉指的是鸡脖子的肉 鸡脖子 一般的烤肉店 其实非常少见到这种鸡脖子肉 而且像我这种懒人 其实还蛮懒的去啃鸡脖子 因为就觉得啃好久 然后好麻烦 然后肉只有一点点 不过这个不用担心 它都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因为它烤起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 鸡脖子有这么大吗 对 比我想的还要厚实蛮多的 其实 这个有惊吓到我 它很脆 而且很弹牙 很Q弹 因为我们对鸡肉肉的印象 不会是这么脆口 这么弹牙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吃得到鸡肉的味道 所以你会确定说 这个是鸡肉 只是那个部位对我们来说是蛮陌生的 口感对我们来说是蛮新鲜的 虽然我们是来吃烤肉店 但你刚刚说这里有很多的中国菜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少了这个 叫做精品干贝角 你光看它的外形就觉得很讨喜 很像金元宝 很吉祥的感觉 然后上面配上葱花跟一些柴鱼 那我听说它里面是真的有一颗干贝 里面真的有一整颗干贝 是啊 完全不马虎 没有在骗人的 因为很难得的是 它里面的干贝还是很多汁的 你咬下去好像在吃汤包的那个感觉 那我觉得它有一个 那个味道是外面那个柴鱼的那个味道 所以它整个调味我就已经很OK 就有鲜 有甜 然后又有一个汤汁的那个爽感 然后还有外面那个柴鱼的那个味道 成为海龙王的感觉 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滑蛋面线煎 面线煎 而且你不要小看它的两样素材 感觉都比较平民一点 不过它的工序算是还蛮复杂的 它面线要先烫过 然后再煎 然后再炸 然后最后再淋上特制的酱汁 它这个侧面 它这个横切面还蛮厚实的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是那个面线煎的外皮 所以我一开始预期它的口感会是整个都是脆的 不过我吃起来它算是很扎实的 而且再加上它上面这个蛋 它煎得非常的厚 而且它没有把蛋整个煎熟 而且我蛮喜欢它的那个酱汁的 它的酱汁是属于 我觉得有点偏甜 但是跟这个面线又很搭 所以你越吃会觉得越顺口 然后不油腻 因为那个甜味的感觉 会让你觉得 这整个吃起来不油腻 反而是很开胃的 那我们咸食都已经吃够了 甜点也该上桌了 这个 它其实看起来很浓稠 它一入口它整个味道是弥漫在你的嘴巴里面的 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核桃 虽然它是放在甜点里面 可是它还是脆的 它还保留着它核桃的脆度 然后再加上整个算是比较浓烈的味道 然后帮着整顿餐做的一个结尾 感觉蛮适合的 除了餐点美味之外 我们整个也是仿佛置身在宫廷之中 话不多说 爱飞还不帮正下点菜 小的亲命 我不要管你 我要吃牛肉 牛肉 牛肉 那我要这个 我想今天的PHYC 吧 食材 衣党 小的 k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